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全球美食漫游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法国里昂 丝绸之路上的美食宝藏 2.印度国阿 葡萄牙一风中的海鲜之旅 3.日本冲绳 琉球王国的味蕾传奇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法国里昂 丝绸之路上的美食宝藏 各位饕铁同好 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来到被誉为法国美食首都的里昂 一个坐落于罗纳和于索恩和 交汇处的迷人城市 这里不仅是丝绸贸易的重镇 更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 准备好你的味蕾 我们要开始一场穿越历史的美食之旅了 首先 让我们回到文艺复兴时期 当时的里昂是丝绸生产的中心 吸引了无数的商人和工匠 这些丝绸工匠被称为卡纳 他们不仅精通制造 还对美食有助独到的见解 想象一下 这些穿梭于丝绸之路的商人 带来了来自远方的香料和食材 丰富了里昂的饮食文化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里昂的美食 这里的餐馆种类繁多 从传统的布青 布晨 到高级餐厅 应有尽有 布青 是一种小而温馨的餐馆 提供地道的里昂菜肴 这些菜肴简单却美味无比 就像是丝绸一样 经过精心制作 才能呈现其真正的魅力 说到里昂的特色菜 不得不提的就是卡瓦尔 Canel 一种轻盈的鱼饺 通常搭配龙虾酱汁 简直是美味的化身 还有萨拉德里昂类资 Celled Lioness 一道结合了脆腌肉 水煮蛋和新鲜生菜的沙拉 简直是一场口腹之欲的盛宴 但别以为里昂的美食 只有传统菜肴 这里还是法国当代美食革命的发源地 保罗·伯库斯·Paul Bocas 这位美食界的摇滚明星 将里昂推上了国际美食的舞台 她的创新精神和对食材的尊重 让里昂的美食不仅限于丝绸之路 更走向了世界之点 最后 别忘了品尝里昂的甜点 比如布甘斯 Bocanese 这些小巧的炸饼 是当地的传统节日食品 轻轻撒上糖粉 就像是冬日里昂街头的一抹雪白 总之 里昂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更是一个藏匿住无数美食宝藏的神秘乐园 在这里 每一条小巷都可能隐藏住一家 让人垂涎三尺的不轻 每一个市场都充满了新鲜食材的诱惑 所以 亲爱的美食 探险家们 下次当你的味蕾想要一场冒险时 不妨考虑一下 这个丝绸与美食交织的梦幻之地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印度国阿 葡萄牙一风中的海鲜之旅 当然 我很乐意带您领略一番 印度国阿 这个独特地方的魅力 想象一下 我们正踏上一段时光之旅 回到了几个世纪前 当葡萄牙航海家们 以风帆和星辰为向导 穿越茫茫大海 最终抵达了国阿的金色沙滩 他们带来了瓦伦西亚的香料 李斯本的建筑风格 还有那令人垂涎的海鲜烹饪法 现在 让我们穿上虚拟的太阳镜 一起漫步在国阿的街头巷尾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那些色彩斑斓的葡萄牙式建筑 他们的外墙被岁月洗刷成了一种温暖的粉色 黄色或蓝色 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辉煌 这些建筑的阳台上 你可能会看到 一两个本地人悠闲地晒着太阳 或是在哼唱着一曲融合了 印度和葡萄牙风情的音乐 但是 我们的旅程 重点是海鲜 国阿的海鲜 哦 那简直是一场味蕾的狂欢 想象一下 新鲜的虾 鲜 鱼 他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前 还在阿拉伯海中自由游异 现在则被巧妙地烹饪成一道道 令人垂涎的佳肴 这里的厨师们是真正的魔法师 他们用当地的香料 如库兰浆 Cocum 塔玛琳德 Tamarin 和辣椒 将海鲜变成了一种神奇的美食体验 不要忘了 这里还有那著名的国阿玉咖喱 它的秘诀 在于那种独特的葡萄牙风味 和印度香料的完美融合 每一口都让人感觉像 是在品尝历史的深度 同时也在享受大海的馈赠 而在海滩上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卖鱼的老妇人 她们头上拖着鱼蓝 脸上挂着利金风霜 却依然灿烂的笑容 她们会用一种 听起来像是音乐的语调 向你推销她们的海鲜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她们甚至会分享 一两个传统的烹饪秘诀 最后 当太阳落山 天空被染成一片橘红色 你可以坐在海滩边的一家餐厅 手里拿着一杯冰镇的菲尼 菲尼 一种当地的蒸柳酒 品尝着美味的海鲜 听着海浪轻轻拍打沙滩的声音 享受着这个葡萄牙一风中的海鲜之旅 这就是果啊 一个能够让你的味蕾和心灵 同时踏上旅程的神奇之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日本冲绳 琉球王国的味蕾传奇 各位亲爱的味蕾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一起 潜入日本冲绳的美式海洋 探索那些曾经让琉球王国的王宫贵族们 也要赞叹连连的味蕾传奇 首先 让我们的时光机器 带我们回到琉球王国时期 那是一个位于东海与南海交接处的群岛 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和独特历史的地方 琉球王国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且还是一个贸易重镇 与中国 日本 朝鲜 东南亚 诸国 以及欧洲的商人都有往来 这样的国际接触 自然也让琉球的影视文化变得多元而精彩 现在 让我们从琉球王国的宴席开始谈起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受邀的贵宾 穿过红瓦屋顶 白墙围绕的传统琉球建筑 来到了王宫的宴会厅 桌上摆满了色彩缤纷的料理 这可不是你在平常的日本餐馆能见到的景象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岛豆腐 这可不是普通的豆腐 它比较坚实 口感更加扎实 据说连豆腐都能练出六块腹肌 这在豆腹界可是相当罕见的哦 接着是海葡萄 别看它名字里有葡萄二字 其实它是一种海藻 吃起来鲜嫩爽脆 彭扶是海洋的珍珠 在你的口中爆开 这可是琉球王国的海洋珍宝 还有味噌汁 但这可不是你想的那种味噌汁 琉球的味噌汁里面可能会加入丰富的海鲜 比如泡盛 一种琉球烧酒 煮过的猪肉 或者是当地特有的香料 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南国的热情与风情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泡盛 这是琉球王国的果酒 也是冲绳的灵魂 它的度数足以让你的脸颊红透 让你感觉自己也许能和琉球的武士一较高下 但别忘了 这可是宴会 不是武术比赛 所以还是得保持一下贵族的风范 最后 当你以为宴席结束 准备抚摸住满足的肚子离开时 主人可能会端上一碗冲绳桥麦面 这是用来收尾的绝妙之选 它的汤头清爽 面条弹牙 吃完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仿佛又能重新开始一顿大餐 琉球王国的味蕾传奇 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的美味 更是一段跨越海洋的文化交流史 今天的冲绳 虽然已经成为日本的一部分 但它独特的饮食文化依然流传著 等待着世界各地的食客去发掘 品尝和传送 所以 下次当你踏上冲绳的土地 不妨让自己的味蕾 去体验一场穿越时空的美食之旅 感受那些曾经让琉球王国王 宫贵族们 赞不绝口的味蕾传奇 不过记得 吃多了别忘了运动 否则回到现代 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新的衣橱 来应对那些额外的历史包袱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遨游美食的海洋 从法国里昂的丝绸之路美食开始 到印度国阿的葡萄牙一丰海鲜之旅 最后来到日本冲绳的琉球王国 魏蕾传奇 这些地方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更有着令人垂涎的美食 在里昂 我们挺累到了丝绸之路上的美食宝藏 体验到了卡纳们的智慧和创意 从卡瓦尔鱼角到萨拉德里昂内滋 每一道菜都散发着里昂的独特风味 保罗 伯库斯更是将里昂的美食 推向了国际舞台 向世界展现了里昂的创新精神 和对食材的尊重 而在果阿 我们沉浸在葡萄牙一风中的海鲜之旅中 想象一下 品尝着新鲜的虾 蟹 鱼 还有那独特的果阿鱼搭理 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海洋的味道和历史的深度 而在海滩上 那些老妇人用他们纯朴的笑容和热情 推销着他们的海鲜 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受到了果阿人民对食物的热爱和传统的坚持 最后 我们来到冲绳 品味琉球王国的味蕾传奇 在这里 我们体验到了岛豆腐的扎实口感 海葡萄的爽脆滋味 还有泡城的热情与冲绳桥那面的清爽 冲绳的美食不仅展现了琉球王国的文化交流时 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风情和丰富历史 这些地方的美食不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它们是时光机器 将我们带回过去 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深度和人们对食物的热爱 这也提醒了我们 美食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和传承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曾经体会过这些地方的美食 你有什么样的美食冒险经历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